歡迎收看金月子流淚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讓藝人自卑的事情 我覺得當了藝人怎麼還會自卑呢 那自卑怎麼當藝人 對自己應該有信心才對 那我們今天這四位來賓 從來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他們自卑的一面 我也不知道他們自卑什麼 先來歡迎我們特別來賓 他問什麼事情在自卑 好 張克帆 張乃馨 嗨 大家好 謝謝你們 OK 你們四位我覺得寇乃馨 妳為什麼會有自卑的事情 因為妳不是北依寧 我看起來不自卑嗎 妳哪裡自卑 妳告訴我 妳又是北依寧 北依女我畢業的 天赤嬌女 妳自卑什麼 對 這就是我倒霉的地方 為什麼 妳知道我真的是一個蠢蛋 因為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妳知道我每次上完節目啊 有時候網路上就會有人在罵 罵妳啊 就會說我看起來很強勢啊 然後就說都一直搶話講或什麼的 其實我看完我都會很難過 因為我覺得說 我是什麼時候變成 讓人家覺得強勢 其實妳知道嗎 我... 是不是 或是從妳開始鬥雞眼的時候 可能是從她說她是處女開始吧 因為其實女人最討厭 聽到女人講這一句話 妳處女了不起啊 好像我們很爛一樣 妳還是處女這樣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可能是我太好面子 我覺得我的人生 有一個轉類點是在... 我記得喔 其實大家現在看我覺得 好像我很愛講話 或是很會講話或怎麼樣 其實我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是很怕講話耶 四年級之前 我到現在想起來印象都還很深刻喔 我小時候是那種非常內向害羞 然後就是那種 爸媽帶出去說 叫阿姨 叫叔叔 不是那種嗎 我是那種一定會躲在後面 然後就 再逼我兩次我就哭了那樣 為什麼會這樣 我後來一直想 因為我小時候身體很不好 我是從小就是氣喘兒 然後氣喘就是會喘到那種 妳沒有辦法上課 然後要在醫院打點滴 我每一次我一進醫院喔 幾乎不兩個禮拜是出不來的 都打點滴喔 然後我... 人家上體育課在那邊跑啊跳 很開心玩遊戲的時候 我都是坐在樹下看的那個人 所以其實我小時候一直都很自卑 就是我覺得... 是因為妳的身體 而且我覺得我... 我小時候覺得自己是醜瓜呆耶 因為我覺得妳身體不好 妳的臉就是滅有菜色 然後我非常非常瘦 我一直到國中畢業 都還沒有超過19公斤耶 國中 很病態對不對 對 然後一點身材都沒有 我一直到高中 都還沒有來過這次MC 直到有一天我改變是因為 我去國外一年養病 那時候我小學五年級之前 然後我去國外 一整年就在我那個... 就為了養病 不是去讀書 因為我那時候喘已經喘到 很嚴重 那醫生說唯一的方法 就是去轉換體質 所以就在青春期那時候 雖然我那時候 一直青春期遲遲都不來 但管他就送過去了嘛 然後我就在我姑姑家住了 一年在新加坡 回國以後 我的氣喘沒有再大發過 然後呢 我覺得自己身體好一點了 對 身材還沒變好 身體變好而已 身體變好而已 但身材還沒長出來 然後後來就到了學校 可是因為... 沒有 怎麼會這樣 好倒楣喔 妳的表情哪有倒楣的樣子 我國小最近就開始長 那時候我才自卑咧 我就覺得胸部怎麼那麼痛又痛 妳是用手指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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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真的才自卑 那時候跑步的時候 覺得胸部好痛還扶著她 然後老師說 妳被...妳怎麼啦 我說我胸部痛啊 還被...還被同學笑 那時候才自卑呢 可是我那時候還滿想被笑的 可是人家是心情不一樣 然後回來我就換了一個 新的學校 一切重新開始 結果因為同學對我都不熟嘛 我記得有一次參加... 他們要票選 搬上去參加演講比賽的人 然後他們就選了我 因為你知道都陷害那種 不熟的同學 然後... 以為妳不行 我這輩子都沒有參加過什麼比賽 然後我被選上了 然後我這個人就是一個 我就回家一直練習自己寫稿 猛K 猛K 結果那一次我竟然得第一名 妳知道我是緊張到 妳知道我上面在講 我腳下面是這樣 妳知道一般那種 我是這種妳知道嗎 就是那種 所有的緊張都在下面 然後講完以後 整個人從那邊紅到耳根 我只要一緊張 我就整個人會臉紅 我到現在還很容易臉紅 妳現在脖子已經紅了 對 妳現在在緊張個什麼東西啊 就是我如果在激動的時候 對 講太多了 真的 謝謝胖子中的極品 我是因為 有人說那三年級就開始發育了 我被感壓力 那妳最近MC來了吧 怎麼就來了啊 我覺得他好跑 那妳一直到什麼時候才不自卑 我就考了... 不是 就是比了那次第一名之後 然後那次我就第一次 這輩子第一次 有一件事情被肯定了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原來其實我可以演講 我以前沒有想過 那妳後來又因為妳的 談感情太高調 然後後來失戀 又自卑一次 我覺得那次是人生 另外一個谷底 因為我後來從得了 演講比賽冠軍之後 就一路參加了很多比賽 就覺得自己很糟 就整個順遂起來 對 順遂起來 我就脫胎換骨 我覺得有一點... 我是雙子座 我覺得我另外一面就誕生 而且那一面有一種變本加厲 要把小時候沒有面積的 統統都撈回來 所以我一直到失戀之前 我覺得是人生... 就是很喜歡人家給妳拍拍手 我很羨慕別人 應該說我很希望別人羨慕 所以妳覺得妳跟常立信 在一起的時候 她又是一個名...節目製作人 所以妳覺得妳跟她在一起 很有面子 希望大家知道 我應該說我希望大家知道 她對我很好 就是對我來說 男人的成就 比較不是面子的問題 我覺得我希望人家覺得我 有一個對我很好...的情緣 這件事情我覺得比較有面子 所以那個時候她對妳很好 她對我很好 那後來為什麼會分開 妳要聽實話嗎 當然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當然 那時候大家都說 她有第三者 然後還有一個原因 妳對外一直講說妳是處女 我覺得這真的不是原因 我也覺得應該不是原因 這真的不是原因 因為迪玲姐 這件事情是我們的共識 就是不管大家覺得這件事情 會不會很荒謬或什麼 可是那個是 常見從跟我在一起第一天 是她自己主動跟我講說 叫妳一定要這樣講 我會遵守基督教的規則 是她自己跟我講的 而且我也可以坦白告訴妳 我們之間交往 從來都不是我跟她講說踩煞車 都是她自己踩的 妳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我覺得這種事情 女生是沒有辦法 硬把男生一巴掌甩開的 我覺得這五年她真的很保護我 所以這件事情我認為 所以這五年她也真的沒有碰妳 我們真的很好 可是她就會在 該踩煞車的時候 自己踩煞車 所以這件事情我還滿專精她的 我就算是一條漢子 妳會不會就是說 她對妳一直踩煞車 然後對別人一直橫衝直創 喇... 好不瞞妳說我去見她最後一年之前 我在家裡一整天 完全沒有辦法呼吸 有點那種換氣過渡那種感覺 我知道晚上要跟她談 我就一直哭... 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麼 因為我覺得說 我跟她去談完 一定就是確定要這樣 因為我從小啊 我不是說我發育很慢嗎 是真的很慢 所以妳胸部很小 很慢 妳就是堅持不講很小 就是要堅持講說很慢